這個重點我把它mark起來,在第13頁上面 所以你把它run完之後的話,那歸納起來 大概最後你可能可以做出這樣 第一個啦,全省氣溫就做一個淡水 這可以把它刪掉,再來就全省了 總共的話從淡水一直做到那個無漆有沒有 總共會有25個氣溫的圖 當然降雨量你也同樣可以這樣做啦 然後再把它刪除掉 所以這個是在同一個工作表,還沒有跨工作表 但是如果你想要跨工作表 意思是說你請你在這個旁邊先增加一個空白的一個工作表 再來的話你就要把剛剛的圖 把它有25個 把它畫到這個圖,這個工作表裡面 OK,畫過去,點一下 OK,就剛剛講的,這邊就有了25個 然後再來就刪除,刪除的話也是一樣直到它 所以把ActiveSheet改成 那個Sheets 這個名稱 裡面的圖把它刪光光,OK,大概就這樣子 這兩個 那另外的話呢 後面還有就是可以把這一個 改成 就是後面再 成三 意思是說我希望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因為一般如果說你要把它 做出類似像現在有個很夯的軟體叫Power BI 有沒有 Power BI它就是做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有點像嗎?把它做儀表板 那你要怎麼安排你這個儀表板長的樣子 有沒有,我們剛剛如果假設我要畫這邊畫一個 兩個 三個 甚至你要畫四個也沒關係啦 反正就把它填滿就對了 那要怎麼樣剛好 我剛剛講的 123 剛剛是123 所以這邊其實 可以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當我想到的話 有幾個地方可能要變更 哪個地方要變更呢 最重要應該是 這個地方 乘三 改的方法應該是 當它繪製的時候 放在哪一個 所以Left跟Tob要變更 但問題 有個問題來了 你如果用Ranch的話 有沒有 這個時候是放在B 那可是再來的話應該放哪一個 再來放哪一個 可能你要把它算出來 OK 然後呢放在哪一列 理論上應該都是 在123 前三個都同一列 在下一個 4 5列也同一列 所以 這個地方可能哪一籃哪一列 這個可能要變更一下 那我的想法是 可能 你就是要 把哪一籃 做一個邏輯判斷 當它是 1的話 1的話 是放在B欄 2的話呢也許是放在 我們這邊Ranch一下 把它 假設我原來是Ranch這樣 這個為什麼錯了 因為Active 如果說你要 正確的話應該要切到這邊 再去Ranch它 否則的話你可能 因為你游標放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是放在 那個 B 到 寬度好像沒有 可能我剛剛沒有 那你可以再去畫到底幾個籃 OK 那會剛剛好 那畫到哪一籃下一個 應該是怎麼安排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這邊 試著把它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還要延伸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剛剛的那個資料 我們取得的方式是 直接從上面把它複製貼過來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不是要複製 這個資料把它貼過去的話 我希望能夠 寫一個VBA程式 自動幫我把那個網站上面的東西 從那個瀏覽器上面 把它抓到這邊來顯示的話 也就是說啦 只要能夠放在網頁裡面的東西 我都可以把它放到我的Excel OK 所以其實這個跟Python有點像 只是我覺得 好像在這邊 也並不困難 因為我自己也寫過那個Python的爬蟲 我發現 其實 這個在 VBA裡面 也不會 不見得太 困難 其實 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只是要怎麼做 在網路上其實得到的 這個參考其實還蠻少的 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如何利用IE物件 你會發現剛剛有沒有跳出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IE瀏覽器 也就是我把IE瀏覽器 當成是一個 取得資料的一個平台 當它已經載到IE瀏覽器之後 再把 從IE瀏覽器裡面 所得到的資料 再把它放到Excel 大概是這樣子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另外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剛剛是 1到25個圖表 是放縱向的 可是如果今天 希望放橫向的 等於是1、2、3 然後再4、5、6 7、8、9 每三個 每三個 放橫向一列的話 這要怎麼跑 不過這個難度就還蠻高 但如果你可以跑出來的話 也就是說 以後甚至 你不用Power BI 你也可以做出Dashboard 說真的 POWER BI有個缺點 因為POWER BI裡面沒有VBA 沒有程式可以撰寫的地方 所以POWER BI就是說 如果遇到那種客製化的Dashboard的話 那會跑不出來的問題 怎麼辦 我覺得這時候 用VBA就可以解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後面的部份 出賣了 divers